女人忽然收到一条死亡通讯 你将在两分钟后死亡 她立马拔掉吹风筒插头 关掉煤气炉 结果还是被柜子砸死了 而这个男孩知道自己能活62年 便拍起小时平铜楼上跳了下去 他人是没事 却砸死了个可怜的路人 男孩继续作死 他从大桥上跳下 却刚好落到装有面粉的货车上 也正因为怎么都不会死 男孩来到高空 他连降落伞都不带 就直接跳了下去 正好被架飞机接住 那么如果是你 你想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吗 可话说回来 为什么全世界都能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 这还得从上帝一家开始说起 这个拉里拉他的中年大叔 正是传说中的上帝 他没有法命 只能通过一台电脑和桌面模型来控制世界 比如把房子给招呼 飞机坠机 火车拖轨 以及面包掉地上 永远是涂了果酱那面落地 刚洗好的盘子 下一秒就会打碎 两个排队队伍中 对面排的速度永远比自己这边快 没错 上帝就是这么一个糟老头子 而他的女儿小雅 在无意间发现了他所做的一切 看着自己的上帝父亲如此残暴 小雅忍不住骂了对方 结果却遭来了一顿毒打 这下小雅坐不住了 他必须毁掉上帝所做的一切 他找到哥哥耶稣求助 对方表示只要找其六个门口 就能讨好妈妈 到时就会有神迹发生 于是小雅从上帝的档案柜里 随便挑了六个人的资料 接着他又跑到电脑前 将全人类的死亡时间都公之于众 他再来到洗衣机前 调成前往人间模式 最后他在管道里爬了整整一天 终于来到了人间 你想知道你的死亡日期吗 这男人发现自己还剩一秒生命 下一秒就被打了车转三天了 就连全世界都停止了战争 人们都纷纷珍惜起自己的生命 虽然很美好 但这可把上帝惹火 他知道是女儿小雅搞的鬼 但小雅早就来到人间 一直活在天堂的他 第一次体会到淋雨 还跑到垃圾桶上 捡起里面的汉堡就大口吞下 但这也整得他上吐下心 这时小雅遇到了一个流浪汉 他却请求对方 当自己寻找六个门徒的助手 流浪汉这一生都没干过啥事 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他们找到第一个门徒 这是一位美若天仙的女人小美 每次走出家门 上至八十下至八岁的男人 都会直勾勾地盯着她 但就是这么一位美人 却因意外被火车撞断的嘴壁 从此带着假之生活 为了让一直闷闷不乐的小美开心起来 小雅给她造了个梦 梦中便出了对方的左手 小美握着她 笑着笑着便不禁哭了起来 而第二个门徒 她更是失去了生活的动力 小雅便造出一只小鸟 那么既然小鸟能够自由飞翔 但又何必停步于公园呢 男人被异于典型 再次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第三个门徒 她母胎单身一辈子 到死都想红红饿饿过玩一生 小雅则告诉她 她的声音如主播一般好听 便让她尝试去配音 而这下不仅激起了男人的兴趣 还跟共事的女搭档坠入了爱河 第四个门徒是个杀手 向来迷恋死亡的她 至今却只拍死过一只苍蝇 更别提干掉一个人们 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小雅给了她一枚子弹 朝着路边的美女射去 但这个美女正是小美 打中的不过是其甲子 忽然之间 杀手就被她深深吸引 开始了猛烈的求爱攻势 最终 两个一向缺乏安全感的人 告别了以前的自己 开始陪伴对方度过余生 但就在寻找第五个门徒时 上帝也来到了人间 你敢相信这番找垃圾桶的流浪汉 居然是传说中的上帝 她为了找到闯祸的女儿小雅 也跟着来到了人间 谁知旁边的女人 以为她是变态 上来的就是一手黄黄疯 接着一群混混见她好气 也冲着她一顿乱欧练练手 上帝一摸脑袋 我居然会流血 混混这一听 以为她在玩挑衅 直接把她揍进了医院 上帝饿好几天才出院 便来到教堂排队领食物 眼看对面的队排得快 她走上去就想插队 结果又挨了一顿揍 好心的教徒把她救下 谁知上帝又说话不带脑 忘记自己没有神力 对着教徒就说 耶稣只是自己的傻儿 教徒一听怒气飙升 按着她不停地捧别 上帝混得不成人样 女儿小雅这边 则找到了第五个门徒 别看她是个富婆 每天过得潇潇洒洒 但老公根本不爱她 小雅为了让她找回爱的滋味 带着富婆来到了马戏团 谁知她看着笼子里的星星 却萌生了爱情的火花 最后竟然还和星星在一起 这也太大眼睛了吧 而轮到最终的第六个门徒 这个男孩只剩下七天的生命 他为了满足心愿 开始穿起女装去上学 小雅为了让她感受不到 七天过得飞快 便把周一周二周三等 改成了一月二月三月 这样他和男孩玩在一起的时间 可就足足有七个月了 很快这天就是男孩的死期 其余五个门徒齐聚在海滩 陪伴男孩迎接死亡的到来 看着海上飞来一架湿式飞机 众人都以为死期到来 谁知这时 由于小雅集齐了六个门徒 再加上哥哥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正好凑齐了十八个门徒 而十八是小雅妈妈最爱的数字 只见她开心地来到电脑前 将所有人的死期都给抹除 让飞机再次飞上了高空 也正因如此 人们再也看不见自己的死亡时间 而妈妈还按照自己的想法 给原本蔚蓝的天空 点缀了五彩斑斓的朵朵鲜花图案 从此 人类不受引力影响 能够垂直走上高楼 也不再需要憋气 就能在海里溜鱼 而人和动物都能生下小孩 更离谱的 还是男人能够怀孕 看着这大肚子 你希望这一切成真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超新约全书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